在婚姻生活中,作为女性来讲,最怕的就是找到一个表里不一的男人,他们婚前对自己要多好就有多好,可是两人一旦结婚,他们就会暴露自己的本性,变得自私,懒惰,对老婆也很少关心,不过,我们看人也并不是完全准确的。 就像下面这几个生肖男,他们虽然看上去花心,很渣,但其实很重感情,对老婆致死不于不变心。 属狗的男人 属狗的男人性格洒脱好爽,本身就有不错的异性缘,所以很有不少异性好友,尽管属狗的男人,经常在花丛中炸堆,看上去很渣,其实他们是出了名的重感情, 友情上看中兄弟情义,爱情上对待老婆更是诚挚炽热。 属狗的男人只要结婚以后,就会收起之前花花公子的形象,一心只对自己的老婆好,至此不局。 属属的男人 属属的男人和属狗的男人一样,因为生来就拥有不错的桃花运势,原本就有不少异性好友围绕在身边, 虽然属属的男人和这些异性好友看上去暧昧,总让人觉得属属的男人都是家男,但事实上,他们对于感情是非常重视的,尤其对的老婆更是致死不渝,百般疼爱,丝毫不会懈怠。 属龙的男人 属龙的男人常常给人一种很花心,不负责任的感觉,这只是大家看到的表面现象, 也许属龙的男人在年轻的时候,会有放纵不激爱自由的情况,看上去榴莲花花世界, 其实属龙的男人是很有责任心的,他们非常重感情,尤其是结婚以后,更是对老婆百般宠爱,非常幸福。 属虎的男人 属虎的男人桃花不错,身边有追求者出现,再加上属虎的男人不擅长拒绝这些求爱之人, 将大家都觉得属虎的男人很花心,来久不惧,总有一性围绕,了解他们以后,就能发现属虎的男人,在感情上很有原则, 不喜欢的就会保持距离,结婚以后更是对自己的老婆宠爱要加,不会有那些莹莹莲莲的桃花出现了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